同学们好,感谢大家来参加AWS举办的在线讲堂系列 我叫李军,是来自AWS培训和认证部门的高级技术讲师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AWS上使用Kinesis Firehouse和Redshift进行数据流分析 首先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议程 我们先聊一聊在AWS上大数据应用体系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面包括AWS的Pipeline 以及在这些Pipeline里头对应的每一个模块里面有哪些服务 还有就是在AWS上如果你要做大数据处理的话会面临哪些挑战 第二我们来聊一聊AWS的Kinesis Firehouse这个实时流处理的服务 以及AWS的Redshift的这个数据仓库服务 那第三我们就一起来动手搭建一个日志分析的流处理的解决方案 光说不练甲板是吗 所以说我们现场快速构建一个实时流处理的分析的应用系统 那么这个应用系统呢我们分五步走 第一步我们就是建立一个Redshift的集群和表 第二步我们创建一个Firehouse的Deliver Stream 第三步我们就开始把你的数据送给Firehouse的Deliver Stream 第四步你就可以在你的Redshift中做实时的数据的查询和分析了 第五步你还可以监控你的整个数据流的Pipeline的处理的过程 以及做Triple Shooting 那么这些讲座的过程大概会有45分钟左右 最后我们还留15分钟左右的答疑时间 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先定个调子 这一次的讲堂主要是一个入门级的一个介绍 以及实际的操作的一个介绍 这样的话面向的听众是那些数据工程师 以及AWS上的初学者 他希望在AWS上构建一个大数据的应用体系 好那我们闲话少叙一起来开始 首先什么是大数据啊 大数据到底是个什么鬼 我们听了好多好多的大数据 那么我们要从大数据的特点来看 那他就是分这三个V 首先大数据的基数是非常大的 它是有海量的 我们大家也知道 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产生 我们每天会产生各种的 你的IM消息啊 图片消息啊 各种各样的 那么他就是有他的volume 他的数量是非常大的 而他的生成的速度也非常快 velocity 而且这些数据的话 他有多种多样 有结构化的 有半结构化的 有非结构化的 有图片的 有文字的 有文本的 所以说他有多种多样 那么这些数据呢 最后他还带来很多的价值 value非常大 所以说大数据的特点啊 我们现在也称他是简称是四个V 那我们要构建一个大数据的应用 我们要从这些海量的 高速的各种各样的数据中 能挖掘出他的数据的价值 能从数据中得到 他的insight 你输入的是数据 出来的是你的洞见 洞察力 那么我们要构建一个管道 这个管道呢 首先你要做数据的收集 collection 你收集好数据以后的话 你的数据可以直接是存储起来 也可以是给你的数据 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和分析 那么你数据处理分析完以后 需要有一个展现 展现出来才可以更便于 数据科学家 以及BI的人员去挖掘出 这些数据中的洞见 这就是一个数据的pipeline 而在这个数据的管道中 你从你的输入到输出 它的应答时间的延迟 就是要取决于你的数据的吞吐量 以及你的成本的平衡了 那么在AWS上的大数据应用体系 我们看一下从每一个阶段 都有哪些服务可以提供应用 首先数据收集 那么在准时时的服务里面 AWS Kinesis Firehouse 它就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近乎于时时的一个数据的收集工具 在这儿的话还有其他的工具 有Data Import Export Snowball Snowmobile 它是可以给你做大批量的数据的 从你的Unpromised Data Center 传输到AWS中的服务 还有消息队列服务 SQS服务 还有你可以在你的EC2上面 虚拟机里头直接把你的web 或者是应用的服务器里面的日志数据 收集到AWS上面 接下来数据的存储阶段 那么首先你可以把数据直接存储到S3上 S3的话在大数据的应用体系中 它在数据壶Data Lake中它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你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数据 原始数据都放到S3上 而这些数据里头 如果有哪些数据你是用不到的 或者是暂时不用的 那么你就可以用到AWS的硅档服务 就是Glacier这个冰川的服务 那么AWS上面还有的实时的数据的存储服务 Kinesis Stream也可以作为数据的存储服务 在这里的话 Kinesis Stream里头它的数据默认是给你存储24个小时 最长支持到7天 那如果你是关系型数据的话 就可以存到AWS RDS 那非关系型数据可以是存到AWS DynamoDB服务里面 AWS还有Cloud Search服务 如果是你要用到的物联网的服务的话 应用的话 你可以使用IoT服务 那接下来是到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那在AWS上你可以使用它的Amazon的EMR服务 你也可以如果做实时的数据处理和分析 你也可以用到AWS的Lambda服务 还有是Kinesis Analytics可以做交互式的类cycle语据的分析 那在AWS上面的大数据仓库服务就是Redshift 那如果你想做一些数据的预测 那做一些机器学习的话 就可以使用到AWS的Machine Learning服务 那么还有AWS Elite Search服务 那在上面的话你可以构建AWS的Data Pipeline 那如果你要是做一些Ad Hoc临时的分析的话 可以直接用AWS的Athena服务 那展现的话AWS上提供一个QuickSite服务 以及如果是做Elect Search相关的应用的话 你可以用Elect Search服务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AWS提供了很多的大数据应用的服务 那我们今天要主要讲的就是Kinesis Firehouse 以及Redshift 在这儿的话Kinesis Firehouse它还应用到了Lambda做数据的转换 然后最后送给Redshift 在Redshift上做数据的实时的处理分析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做数据处理的时候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首先我们看大部分的数据它都是持续产生的 例如我们上面可以看到你在移动端的应用里面 还有是你的网页的点击流数据 还有是你应用程序的日志 以及现在物联一切IoT上面传感器收集上来的数据 它们都是绵绵不断的持续不断的产生 在这儿要说一个就是对于现在的网页的点击流的话 现在我们知道Hello World写程序 那么大数据应用里头的数词是大数据应用里头的Hello World 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说收集的ClinkStream点击流的话 是实时数据处理分析里面的Hello World 那这些数据的价值我们要从数据里头挖掘insight 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价值 这儿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数据价值的递减曲线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曲线里头很明显的得出的结论 就是数据的热度决定了它的价值 越新鲜的数据它的价值越大 而且的话你要对这些数据要采取立即的行动 因为这些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 这些里面代表的这些洞察力就会很快的消失掉 那我们最近的数据非常有价值 那老的数据就没有价值了吗 当然不是了 旧的数据加上最近的数据它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需要有办法把旧的数据跟你最新的数据同步起来 那在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数据处理的速度是关键 应对于我们传统的批处理的应用 批处理就是下面典型的应用 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按周期来处理 有每小时的日志的收集 有每周每月的账单 还有每日的用户访问的数据 点击流数据 这些都是按周期来产生的 那么对于流数据处理的话 就是你数据来了就直接来处理 它持续不断的处理 那看一下我们对于应用系统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实时的指标数据给出来 我们就知道此时此刻哪些出了问题 不像以前的时候 我们要查看上一个小时的日志里头 去查找的Error Log 或者是Filted Log 那对于流数据的话 你对于账单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每时的消费的预警 是不是达到你的消费的最高的限额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大手大脚了 对于点击流数据的话 它带来的价值就是 你可以实时的知道 你当前的用户 在你的网页上都点击了什么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 给用户的推荐啊 给用户的做一些他的 推广服务 可以是跟用户互动 可以让用户体验更好 那么关于金融领域里面的话 他对实时的流数据处理的应用的话 他就可以作为你当前的金融欺诈报告的实习监测 避免可能的欺诈的使用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 AWS上做实时数据分析的那个服务 就是叫做Kinesis Kinesis的话它是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接收流数据 实时的处理这些数据 而且它是每小时支持存储TP级的数据 在这个Kinesis的平台上 它又有三件课 Kinesis Stream Kinesis Firehouse Kinesis Analytics 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 Kinesis Stream的话 就是可以让你自己来构建你的 实时的流数据处理的应用 而Filehouse的话 它是一个托管的服务 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易于管理使用的 可以让你的实时的数据 直接加载到S3 Redshift的Elast Search里面去 而Kinesis Analytics 它是给你提供一个 可以使用标准的Circle查询语句 来分析你的数据流的应用 可以给你的数据科学家们 在你的数据上做交互式的查询 我们先来看一下Kinesis Stream Kinesis Stream的话 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典型的解决方案 当你的网页的点击流进来的时候 进到Kinesis Stream Stream后面可以接一个 大数据的处理分析的应用 可以是Spark、Storm 可以是在AWS、EMR上实现的 这些实时的处理应用 最终把它提供给展现层 也可以是给你的用户提供的话 自定义的内容的推荐 Kinesis Stream它非常方便的管理 在上面的话你要创建一个流 你要设置这个流里面的分片数量 就是分多少个Shar的 因为每一个Shar的它支持的这个 它的数据的处理能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要在上面创建Shar的 那你接下来要构建你的应用的程序 你要使用AWS提供的KCL AWS上面的话可以使用第三方的Apache的Spark 以及支持Spark的这个Library 还有是可以使用到的AWS Lambda 来构建你的数据的使用者的应用程序 那Kinesis的话它的费用比较低廉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Kinesis流出里的基本架构 最左边是你的数据的producer 产生产者 那生产者把数据送给了AWS Kinesis 通过AWS提供的统一的endpoint 进到AWS Kinesis里头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由Shar的组成的 而一个Shar的它的容量单位 是可以支持到每秒最大一兆的数据 以及每秒最多是100次的数据的传输 那么在AWS上Kinesis的话 它会给你分三个可用区来做冗余备份 在这儿的话你就不用担心数据的丢失了 你主要要考虑的就是 你的数据进来的速率是什么 你的数据的尺寸是什么 最终你算出了你的数据的一个吞吐量 叫throughput 那根据你的throughput 以及AWS的Shar的基本的容量单位 你算出需要多少Shar的来设置你的 Kinesis Stream的Shar的数量 那在后端的话 你的要做的数据的consumer消费者的话 你可以使用AWS的KCL的一个叫做 Kinesis Consumer Library的封装好的库 构建你的consumer的应用 你的consumer的应用里头 可以是做一些数据的聚合 做一些解偶的工作 做一些去虫的工作 你也可以是做一些数据的ETL的工作 最终你可以把这些数据存储到 AWS S3 No Circle的DynamoDB 数据库的Redshift 或者是把它传输给EMR 做后一步的数据处理分析 那我们知道了Kinesis Stream以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AWS Kinesis Firehouse Firehouse的话 其实它是在AWS Kinesis上面 封装构建好的一个非常易于使用的 应对于绝大多数的流出里的应用场景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是要从最左边的数据的producer 生产者里头把数据拿过来以后 需要直接把它存储起来 进入到S3 进入到Redshift 或者是进入到ElectSearch服务里头 做搜索服务 那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需要考虑你的数据的吞吐量 也不需要考虑你的要设置的分片要多少 只需要配置好这个Kinesis Deliver Stream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安然高枕无忧的 把你的数据直接存到后续的AWS服务里面 所以Firehouse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服务 在这儿我们要讲一下 Kinesis Firehouse有一些主要的概念 首先第一个就叫做Deliver Stream 它是Kinesis Firehouse里面的一个基础实体 你首先要创建一个Deliver Stream 然后向这个Stream里头发送数据 来使用Kinesis的Firehouse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Record 就是从你的数据的Producer 发送到Deliver Stream的数据 就是一个记录 而这个Record最大的集的话 是一个不超过一兆的一个数据 那接下来是一个缓冲区的大小和缓冲的间隔 Kinesis Firehouse的话 它是先给你缓存特定大小 或者是特定时长的传入数据 然后批量的把它发送到目标里头 而这个Buffer的Size的单位是1兆 而它的这个缓冲区的单位的秒记录 最大可以达到是 一秒可以达到是1000K的数据 也就是1兆的数据 而Firehouse的话 它是可以给你缓冲最小是60秒钟的数据 然后是给它送到S3 或者是Rashift或者是ElySearch里面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从Firehouse数据流到S3 这个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你的Data的生产者数据 生成了你的生产者产生的这些数据的记录集 送到了Firehouse的DeliverStream DeliverStream它可以做一些数据的转换 也可以不做转换 直接送给S3 如果是传输的数据的转换的失败以后的话 它可以把失败的日志放到你的Defination的S3的存储桶里头 你可以去做异常的捕获 那在这数据传输的过程中 你也可以设置一个可选的 Backup的S3的存储桶 就可以把数据所有的RowData 原始数据存到Backup的S3存储桶里了 那Firehouse数据流到Rashift 在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它是有一个中间的S3的Backet 是AWS通过这个S3Backet里面把数据的中转站 最终传输到Rashift的局群里面去 在这的话用到了一个Rashift的一个很有用的服务 叫做Copy的命令 CopyCommand 我们等一下做演示的时候会可以看到这个CopyCommand 在这的话同样还可以设置一个可选的数据记录集的一个BackupS3存储桶 那数据流到ElexisSearch 在这的话就是直接就把流数据从DeliverStream里头送到了ElexisSearch里头 你就可以在AWS提供的ElexisSearchCluster里面 直接给你集成的Kimbana的一个外部转线上面 可以做数据的查询了 好我们做深入的探讨 我们看一下在Firehouse里面 它的数据的输入 数据输入的话分两种场景 一种呢是直接的Direct Input 是直接的输入 一种是可以从流输入 我们在这主要列的是 从Direct Input里面又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使用AWS的SDK 它是一个最原始的你调用PutRecord 或者是批量的PutRecord的这个命令 那么但是在这的时候你要调用这些命令的话 你就要自己去做这个异常的补货 AWS的话它一直它的做生意的理念 就是不断的帮你抽象帮你封装给你提供简单易用的服务 在这的话有一个Kinesis Agent 它是一个Java的一个Agent 它可以持续的监控你的要传输的文件 要捕获的数据文件 然后把这些新生成的数据发送到FilehouseDeliverStream 而且的话它可以处理文件的轮换 检查点操作失败等可以做容错 就是做一些容错的应用 而且在这的话Agent还可以做一些数据的预处理的转换 比如说是你的格式的转换啊 然后你的日志数据的解析啊 这些数据预处理的能力它也有 最后Kinesis Agent还可以给你发送CloudWatch指标 这些指标的话你就可以在CloudWatch控制台上来 查看你的当前的流处理的过程 并且做Troubleshooting 那Kinesis的Filehouse做数据的变换 做Transformation 那显然它就是用到了AWS Lambda 可以直接一步的调用Lambda的服务 做数据的转换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AWS的 另外我们今天要讲另一个服务就是叫Redshift 它是一个PP级的一个数据仓库 它支持的是MPP的架构 而且这个Redshift它是一个完全托管的服务 它在数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预置 而且它内置很多的安全的服务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在控制台上演示的过程中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一目了然的直观的 对Redshift的一个认识 好 我们就进入到激动人心的一个欢快的时刻 就是一起动手搭建日志分析流处理解决方案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儿的话我们就是要构建一个 我们在做web应用中常用到的一个APPA级日志 我们要把APPA级日志收集 直接存到Redshift里头 我们做一些数据的查询 首先第一步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Redshift的集群和表 好 我们一起来建立Redshift的集群和表 我们先来登录一下AWS控制台 这是我是登录到AWS国际区的一个账户里面 我们进入到Redshift的控制台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你要创建一个集群 那么我们就来首先launch cluster 那进入到你先给你的集群起个名字叫做 在这儿你创建一个你的数据库的name 你可以说是demo数据库 然后你在这儿的话默认的端口是5439 你可以不改 然后你在这儿要创建一个用户名 你可以按你喜欢的名字来起我这儿起个叫AWSUser 那你接下来的话你要给它一个密码 再给它确认一下 接下来你进入到下一步继续 在这儿我们就要看一下你启动Redshift的话 它支持到的可选的节点的类型 在这儿的话它主要是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DC类型 一种是DS类型 对于DC类型的话 它是计算优化的 而DS类型的话 它是存储优化 在这儿显然我们看到DS类型又有两代 就是DS2跟DS1这两代 那我们提示上很明显告诉大家 DS2类型的话它优于DS1类型 所以说在使用AWS服务的时候 你要是尽量的选用最新的服务 最新的这些服务的话 它往往它的性能更好 而且它的价格又更优 它具有更好的性价比 那我们在今天我们要做的 这个演示环境里头的话 我们选择DC类型的 因为我们是要做一些计算优化的 在这儿你可以选择是 它的两种尺寸规格 一种是Large 一种是8XLarge 在这儿我们看它里面 自带的是160GB的固态硬盘的存储 是每个节点 那么你可以选择是单个节点 也可以是Marty的 Note的多个节点 那节点的数量的话 它就可以从2到32 在这儿节点数量 你要根据你要存储的数据的尺寸 以及你的数据的访问的 性能的要求 来选择你的节点数量 好我们如果是想知道 如何选择这些节点的话 那么我们会在我们的培训和认证课程里面的大数据课程里头来做详细的探讨 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做进一步深入探讨 我们先来选择一个单节点的 接下来下一步 在这儿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你的Redshift的一个参数组 在这儿有一个Default参数组 你也可以在后来去修改这个参数组 而Redshift它是可以放到VPC之内的服务 如果了解AWS服务的话 你知道VPC是给你提供一个隔离的安全的服务 所以说Redshift启动到VPC之内的话可以给你提供安全和隔离的服务 可靠性就得到了保障 安全性也得到了保障 在这儿的话你可以选择是不是可以让它叫做Public Accessible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是要跟Filehouse要接起来 而且的话我现在等一下会需要连接上去 所以说我们选择它是可以让Public Accessible访问的 在后面的话我们还有一个 你要选择它的VPC里头 它是由哪些安全组来控制 那么你在安全组里头 你就可以来设置你的当前的这个Redshift 可以被哪些IP访问到 好我们下一步其他的都让它作为一个Default值 我们下一步Continue 在这儿我们再来Review一下就可以launch一个Cluster了 当这个Cluster集群launch以后的话 大概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来让它可以Active 那我现在就是已经有一个准备好的一个Cluster 时间关系我们直接用我这个准备好的Cluster 大家可以看到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去考虑连接到这个Cluster上面 我们如何连接到Review Cluster 在这儿的话我们就要用到一些工具 在Mac下面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就是叫做SQL Workbench的一个工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启动SQL Workbench的工具 在这儿你可以做一些预先的配置 预先的配置的话 我这边的话有一个为了安全的可靠的起见 我使用了我的一台叫做Bescent跳板机的堡垒机来去跳板 在这儿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儿我给大家看一下 关于这个跳板机里头命令 它就是Redshift 它是直接把我本地的15439的端口通过远程的我的跳板机 堡垒机的这台机器 然后映射到了Redshift的节点上面 我们看一下关于这个Redshift的节点 是跟我的控制台上面的 是跟我的控制台上面的 Redshift的这个Enderpoint是一样的 好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以后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使用我的本地的SQL Workbench的工具 然后连接我本地的127.0.0.1的15439的端口 然后连接到我的Redshift的数据库上面去了 好登录进来以后的话 我们看接下来我们当前的这个应用里头要创建一个Weblogs的一个表 因为我们是要把Alpha期的日识收集上来 然后再把它存到数据仓库里头的Weblogs表里头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这个 好它有些异常退出了 我们重新来连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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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我们来连接上来 连接好以后 我们当前这个应用里头 我们是要创建一个weblogs的表 我们把从Avati日誌收集上来的数据 最终是要存到Redshift的这个weblogs表里头 我们可以在这个工具里头很方便的执行 在这的话它提示我already exist 就是这个表已经存在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里头现在有没有数据 OK,这个数据是没有的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database explorer里头 看一下当前我的当前的Redshift里头有多少个表 然后都有哪些数据 我们看到我有这三个表 以及它的表的ddl 就是它的表的数据结构是什么 以及它的数据当前的数据是为空的 只有0,数据是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进入到下一步 创建完表 我们来创建一个firehouse deliver stream 然后来配置的数据转换 这边的话我是登录到控制台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选到Amazon的Kinesis服务里面的话 它的三件个都列到这儿 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firehouse 就可以go to到firehouse的控制台 在这儿我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一个firehouse stream的deliver stream 我来带大家先看一下创建这个deliver stream的过程 首先你给它起一个名字 demo to redshift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数据的源可以支持两种方式 一种的话是直接的put 或者是从别的source里头放进去 一种的话就可以是选择一个Kinesis stream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你选择Kinesis stream的话 就可以选择到当前你这个当前账户下 当前这个region里面的所拥有的stream 好我们的演示 今天的话主要是来看一下directput directput的话它支持到可以是调用的put API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put record batch这些API 那还有就是你可以用Kinesis的agent 那还可以直接对接AWS的IoT服务 可以支持MQTT格式的消息 还可以对接Kinesis的AWS的CloudWatch Logs 还有是CloudWatch Event这些服务 好我们接下来选择下一步 在这儿的话就是我们要做数据的变换 转型的一个很有用的地方 它可以帮你来做你的数据的转型 那在这儿我们来启用你的record transformation 启用的时候它就会让你选择一个lambda的function 你选择你已有的已创建好的函数 你也可以是创建一个new 我们来看一下创建一个新的函数 就可以进入到选择AWS的lambda的这些模板 在这些模板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它给出一些通用的模板 比如说通常的典型的Kinesis处理 还有是我们最常见的今天我们会要用到的 就是从apache的日志到一个csv的格式 那在这儿我们选择完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进入到去创建你的lambda函数的界面 实力代码都已经提供好了 基本上不用改 这就可以直接用了 好时间关系的话 我来使用我们已经创建好的apache2csv的格式 在这儿的话lambda function的话 它可以是选择是最新的版本 而lambda如果听说过AWS lambda服务的话 它有一个hard limit 就是这个应用的话 最长的每一个函数调用 最长不超过五分钟 下一步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的数据的目的地在哪里 那我们刚才说过了S3Reactive的ElectSearch 我们可以看到S3Reactive的典型的 就是中间多了一个中间的S3的过程 而ElectSearch它是直接从FilehouseDeliverStream 打到ElectSearch的Cluster里头去 好选择我们的AWS的Redshift作为Destination 在这儿的话 我们接下来要选择你现在有的Cluster 就是ReshedLab 我已经有的 然后我来选择我的User Name 还有是我的用户名 那我现在上面已经创建好的数据库 那我要用的那个表就是我刚才创建好的weblogs 在这儿让你选择一个Intermediate的就是中间的S3的Destination 你可以是一个可选的选项 你可以是不用选 你也可以是 抱歉是必选的选项 然后在这儿的话你要加一个它的prefix以便于你做数据的区分 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关于调用到的Amazon Redshift的Copy命令 是实际上是通过这个Kinesis自动去调用Copy命令 来实现数据从Kinesis Firehouse送到Redshift 在这儿的话需要输入一个拷贝的一个可选的一个参数 它就是Json格式的话 它是R2自动传输到你的后面的Destination里头去 如果失败的话 你要给它一个失败的重视的一个周期 我们通常希望给它小一点 就是如果失败的话 它30秒钟之内 然后再重视一个 对于下面的你的数据的 是不是要做S3的Backup的话 你可以可选下一步 在这儿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重要的关于你的数据记录的缓冲区 在这儿缓冲区的话它是分两个维度 一个是你的缓冲的大小是5兆 一个是缓冲的记录数 就是它是时间是300秒 就是最小是60秒 最长是900秒 就是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到 你使用了Filehouse以后的话 你的数据可以说是准实时 而不是直接的实时 因为它会在有一个缓冲区的interview 间隔期的一个延迟的话 它就会造成一定的数据的延迟 接下来的话S3上面的数据的话 它是支持到的压缩和加密服务的 我们更多的如何选择压缩 如何选择实现加密的话 是在我们的大数据课程里头有做详细的讲解 在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关于你的Kinesis Stream 可以访问到其他的服务 比如说你定义的CloudWatch Log的服务 比如说你要有一些数据记录 是存到DynamoDB 比如说要存到Redshift的 那么你就需要使用到AWS的IAM的Role的服务 在这儿你可以是创建一个新的Role 也可以是使用一个已有的Role 我们选择一个已有的Role 然后他选择一个已有的Policy策略 好我们回顾一下 你就可以创建一个Deliver Stream 当你刚开始创建的时候 它的状态是叫做Creating的一个状态 等它创建好以后的话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叫Active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的关于的Deliver Stream的一个创建的过程 接下来第三步我们就是要给数据发送给FilehouseDeliver Stream 在这儿的话我已经预先准备好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的典型的Apache的日志的数据 然后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访问的原的地址 host的IP 有你的访问的request的内容 在这儿典型的是一个wp-content就是一个wordpress 一个内容的一个页面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数据做一个transformation的话 转换 那我们可以把它通过刚才那个我选择的lambda的函数 就直接从原始的日志格式转换成一个csv的格式 可以很方便存到reactshift里头去 那么我们存到reactshift里头去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sql的workbench工具上 对reactshift里头数据进行查询和分析了 那关于我们的监控的流数据的处理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点击到我已经创建好的一个deliver stream里面 你可以看monitor里面 可以看到它之前的话 我测试过程中 它输入的字节数 以及输入的记录的数量 以及它使用到的s3的数据的过程 以及是交付到s3的字节数 在这儿的话 你就可以做很详细的一些数据的分析 那如果是出错了 你可以看到s3日志里头 可以看到它是在哪个s3存入桶 它停在哪了 然后呢 你也可以是看到 写到reactshift的日志里头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有出错 在这儿 典型的就是 当你的数据要往后端的labdb里头写的时候 一直由于连接失败 失败五次导致它的连接失败数据没有写进去 好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我们的课程总结 就是我们首先讲了一下 AWS上面大数据应用体系的介绍 接着我们讲了在大数据处理里头 面临的挑战就是 对于数据的实时处理的要求越来越高 那我们接下来讲了 AWS的Kinesis Firehouse 以及reactshift的这两个 简单易用但是价值非常大 在整个的AWS的大数据 Pipeline里头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两个服务 最后我们给大家快速的演示 构建了一个阿帕吉日志实时处理分析的解决方案 由于时间的关系后面的有些内容的话 我们就没有给大家做详细的展示 如果希望知道的话可以在会后的时候 我们在之后会整理相关的资料里头提供给大家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呢 可以来我们AWS培训和认证部门 然后去了解培训和认证的课程 以及这些认证的途径 最左边的话是基础培训 基础培训的话有一些在线的课程 也有一些是我们要到AWS这边来参加的讲师指导课程 讲师指导课程又分为是技术的必备课程和AWS的Bness Essential 就是商业必备课程 那对于AWS APN的合作伙伴的话 也有相应的在线课程可以看 也有相应的面授的可以当面来讲解的课程 那接下来对于基于角色的培训和认证的话 我们会分为三种角色 一种是解决方案架构师 一种是开发人员 一种是系统用为人员 对应的话我们都有三天的基础的课程 以及如果是你要是做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话 有解决方案架构师的专业级的培训和认证 如果是DevOps的话 开发人员和Operation人员的话 有对应的DevOps的认证 而在这最新的消息是 我们已经发布了Big Data on AWS 这门大数据在AWS上的认证 以及AWS的Advanced Network Team 就是高级的网络架构认证 所以说欢迎大家来参加更多的认证 好,那我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提问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订阅